真的杀不死 又有隐身 又有开大逃跑 还有护甲 物理伤害 他基本可以无视 出了个挑战之后 基本上就像一堵强损 比半人版还要恶心 那么比赛基本上缓和期 进行17分钟 那么继续来看比赛 这般POM 这个标没有打中阅女 那有的时候 也是有人批评小燕 说小燕 你怎么老看线 别人补刀 补兵 这有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 前期在线上怎么样点兵 怎么样点英雄 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学习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 常常看到 很多人把握不住线上 怎么打兵 怎么打英雄 这样的话就导致 你可能会兵伤得比较狠 或者是被 对方英雄 这个革兵点 你点得比较疼 这个走位上你要学习的 这边能不能秒掉TS 果然一套 亚美贼的这个 技术还是很硬的 很硬 这个不愧是 毛瓢王子 说起 这个放大肯定是不行了 两下 非常漂亮 这个女王的布林克还没出来就死掉了 我刚看完这边也死了一个人 是POM被杀掉 两个都有布林克的人 两个都不好死 他两个瞬间全都挂 这个真的是 不愧我今天可以买到 这个买到火车票 这个今天买到火车票 是我热的盈眶 感谢党 感谢人民 感谢社会主义 感谢这个雪亭了 才让我买到票 没有办法 好 闲话少说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那么继续说一些一些入门的CW原则 因为很多玩家还是一个非职业的 比如说打一些学校内的 或者是寝室间的呀 可能也像不像样的要扮一些人 那我再说 这个刚被兽 Walllock NA 女王 影魔 这级的英雄 那么尽可能的是 哦 这个SK感到的很及时 这些英雄是抢不到就办 办不到就抢 就是尽可能的要练会这些英雄 因为这些英雄是比较适合这个初学者 比较适合非这些玩家使用的 尤其影魔这个三连杀钱啊 这个可能练一下我就可以练好了 只要你刻苦的练啊 那么比赛进入一缓和时期 19 30 那么一会儿我也准备了几个笑话 不过上一次好了忘掉 上一次比赛比赛太短 我还没来得讲 就已经打完了 只会告诉你 InbackQ的那场 这个塔被金位牢牢的收到 天台方没有 没有来得及补掉 那么这边放了一个眼上 让优鬼安全打野 这边一箭为射中 这个女王不是那么好射的啊 SK绕过来SK表现真的比较出色 这个TS会不会再悲剧一次呢 右边开战 右边开战 宙斯跟仙女龙两个人 哎呀 宙斯死了 虽然仙女龙 哎这个走得不错 近身在点他 点他出标吗 有蓝标没 应该是没蓝 35点蓝 这个肯定是死了 一箭射中 帅了 不要被卡住 不要被卡住 等跳吧 TS赶了过来 完蛋 这个 我还把这个树给打开了 没有三技能 哎呀 一般TS也是不升的 那么前期蓝根本就不够放 你蓝不上 以前升三技能 基本上就是烧蓝用的 烧蓝用的 那么克三技能 最好方法是光法的 这个技能 光法的这个法律 法律游师 能给你上了 你三技能 只要一开立马为蓝 那实际上光法的 法律游师 喝很多英雄 比如说钢贝兽 非常怕光法这一招 还有一些英雄 一些打combo的英雄 比如神牛 你给他放下法律游师 保证他三连 放的比较郁闷 当然我不敢说 一定放不出来 那些有光法的队伍 也是直接可以 刷新 这边要秒 一个大 一个D漂亮 这个地方非常的好 那么女王也是错误的 估计了 自己的爆发力 爆发力虽然很强 但是跟Linda 还是有差距的 而且对方 还有这个宙斯全屏的AOE输出 对不能说AOE 应该全屏DPS输出 那这个大 也可以获得你的视野 一段时间 当然这个大的阴线 现在已经取消掉了 这个在早期版本里面 WCG这个W 有时候可以带晕的 那么后来可能考虑要太强 这个你的众生之王的输出 实在是不是盖的 那么考虑削弱一下 虽然这个削弱也比较无关痛痒 那么这个削弱如果有的话 对一些贱人就TP的人 就比较麻烦 比如突然有一个亚龙 你贱人 你一TP 我宙斯一个大 你跑不了了 对不起 炮文泉 劳劳金文泉去吧 这边宙斯晃来晃去的 这个腿短不是错 腿短还乱跑 就是你的错了 这个骷髅王一丝血 好 垂到了跳过来的沙王 那么沙王打得蛮飘逸的 那这边TP大爷打得比较开心 这边虽然有个眼 能看到TP大爷应该是 但依然没有办法 这边是谁 这边是SK SK被对方眼睛侦查到了 这个位置很危险 可能会被对方两个人包夹 不过自己站位还比较靠左 直接向左撤离 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我现在进入一个缓和机 给大家讲个笑话 就说 刘关张三个人 谁 这个谁 最思想最不健康呢 最这个亚美迪呢 这个最沉最惯西呢 大家猜出来没有 挑过这个锤子很漂亮 大家先猜一会儿 以后公布答案 一个G一个C 这边射箭 这一箭 哎呀 刚到黑夜就被射 就被射了 一过来一个G 好 一个F 一个大波 但是没死人 跳过来 晕住 佩克杀王这一下 戳起戳了三个 哇 这个戳是我见过最猛的一戳 一个D 雅美迪 一个DoubleQ 哎呀 雅美迪你真是这个 大家的偶像啊 不愧是偶像派 超人气 偶像派啊 好 这个仙女龙感到很及时 过来一个大 沙皇上一丝 看见了没有 宙斯被他搞定了 沙皇还有一次血 这应该看到 库王在等 但跳走了 沙皇 跳得非常及时 怎么库王 补满血过来 这下完蛋 然后跳走 雅美迪的跳刀已经出来了 捡了一条命 那么保证自己没有被终结 刚才比赛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雅美的一个DoubleQ之后 全身而退 非常漂亮 牛鬼也算好好打一会儿钱 那么你不说要对不起人民啊 1,400的钱 库王1,600 TB 我们看TB的金钱 600块钱 而且没出什么装备 很尴尬 你反不得给他 应该是这个塔吧 不是这个塔 那么优鬼是一个打野流啊 优鬼有这个折射 升满之后 打野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有了细带 血量和出出 都有了保证 那么在路人局 如果不顺的话 我建议直接出散尸 出散尸 这样你团战时候 一个大 过一会儿再一个分身 就转分身 那么一个大一个分身的话 起码在这段时间 你是比较安全的 还可以放两个标玩了 而且你由于 这个加了这个散尸 你的大 你的这个幻影 也带一个消磨效果 以时能把你的输出提高一些 这边三个人 巨岛走路 准备拆塔 那么好 我现在公布答案 刘关张三 谁最好色 谁最暴力 谁最H 是这个刘备 为什么是刘备呢 刘备还有个称呼叫什么 就是刘皇叔嘛 这个天天刘皇叔 天天刘皇叔 这个肯定思想不会很好了 对吧 谢谢